华为盘古被纸抄袭阿里通一千问 官方火速下场辟谣 战火之下 全球AI人才争夺战也愈演愈烈 Deepseek将招聘广告打上领音 正式向AGI发起总攻 多了几十年的浏览器终于要被AI颠覆了 Perplexely祭出AI原生浏览器Comen 要用智能助理彻底革新你的上网体验 AI视频为什么总是那么短 一项名为镜像注意力的黑科技横空出世 让AI长视频的生成成本 爆降4.4倍 质量还不打任何折扣 影响了解了AI大事件 竟在本期AIAB面 静靡了之后 Deepseek也开始向全球发出强人信号 他最近把招聘广告直接打到了领音上 鉴于领音在中国大陆的使用情况 这么操作 明摆着就是想从海外大举捞人 最近一周 他们就放出了十个新职位 虽然岗位描述写的还是中文 但其中三个更是野心勃勃的直指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当然国内的Bus直聘上也没闲着 40多个岗位虚伪以待 月薪开到9万人民币 外加两个月奖金 诚意是实打实的给足了 其实这波全球抢人大战可不是空穴来风 美国的OpenAI和MID 早就为了顶尖人才打得不可开交 一看MID新成立的那个超级智能实验室 不就挖走了好几位OpenAI的重量级员工吗 其中还不少是华裔面孔 现在英伟达字节跳动 阿里腾讯也都在疯狂招逼买码 看来全球AI人才的流动正在加速 这场顶尖大脑的争夺战只会越来越激烈了 华为盘古被指抄袭阿里的通议签问 开源平台D.Hubby分报告指出 华为盘古大模型和阿里的通议签问 2.54B模型在注意力参数分布上相似度高到离谱 由此指出它极大可能不是从头训练而是再加工 这瓜瞬间引爆了AI圈 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火速下场辟谣 盘古ProMoei是我们用自家升腾硬件平台 从零开始独立训练的 绝不是在别人模型上搞增量训练 至于部分代码参考了业界开源实践 那也是严格遵守开源协议 版权声明都标得清清楚楚 这事儿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 背后牵扯的是华为的芯片战略 在美国的出口管制下 华为的升腾芯片可是被寄予厚望 是要扛起替代英伟达的大旗的 一旦自家王牌模型被垂定为二手货 那对其全面自主可控的企业形象 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这两家模型的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阿里的通议签问更像ChatGPT 面向细端普通消费者 而华为盘古则主攻政务金融这些行业大客户 你是如何看待gethub的这篇报告呢 你用了几十年的浏览器想不想换换呢 那个用AI重新定义了信息交互的 Perplexity公司这次直接下场 造了个浏览器 名字叫Carmen会心 它可不是在你用的老浏览器上 加个AI插件那么简单 而是从骨子里就采用了AI优先的架构 要把浏览检索和内容交互的方式彻底革命 首先Carmen直接把一个研究助理 塞进了你的浏览体验里 你不用再费劲筛选 它会及时帮你理解意图 检索数据总结发现 甚至还能主动提出下一步的建议 其次它支持打字语音和页面交互等多种模式 无论你是动嘴还是动手 它都能结合当前页面的上下文给你回忆 更觉得是它还有记性 能记住你矿绘化的提问 避免重复劳动 上下文越多答案就越精准 遇到长篇大论一键总结 还能直接预览链接里的AI摘要 再也不用疯狂开标签页了 这下Perplexity的目标可不只是搜索市场了 而是要跟谷歌微软 在整个信息检索和理解的赛道上掰手腕 官方也强调了common速度飞快 而且尊重隐私 不会卖你的数据打广告 用一个智能伙伴替代一个静态入口 浏览器这几十年的范式 真的要被颠覆了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AI视频 虽然效果越来越炸裂 但大多都只有短短十几秒 想让AI生成一部几分钟的短片 怎么就这么难 答案很简单粗暴 成本 传统的视频生成模型 视频长度翻一倍 它的计算量和耗时就会翻四倍 这就是所谓的平方复杂度诅咒 它死死地卡住了长视频生成的脖子 但今天 一篇来自MIT 英伟达 斯坦福等顶级机构的论文 可能要彻底改变这个游戏规则 他们介绍了一种名为 镜像注意力的全新技术 将成为视频AI的成本优化达师 要理解镜像注意力的精妙之处 我们得先来看看AI是怎么看视频的 在AI眼里 一段视频由无数个小方块也就是Token组成 传统的密集注意力机制 要求每一个小方块都必须和视频里所有其他小方块建立联系 计算一次关系 这就好比在一个千人大会上 要求你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握手交谈一遍 效率极低 而这篇论文的作者们 发现了一个被我们忽略的 却又符合物理直觉的现象 他们称之为时空能量衰减 这个现象清晰地揭示了 在AI模型内部 两个Token之间的关联强度会随着他们在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拉远 而指数极地衰减 就像我在这说话 离我越远的人 听到的声音就越小 换句话说 那些远在天边的关联其实没那么重要 我们此前那种一时同仁的计算方式 在遥远的连接上浪费了巨量的算力 于是 镜像注意力应运而生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 将能量衰减转化为计算密度衰减 镜像注意力的工作模式是这样的 它相当于给AI戴上了一个眼罩 对于时间上离得近的针 视野开阔计算密集 而对于时间上遥远的针 视野就指数级收窄 只关注空间位置最相关的几个点 通过这种镜像衰减的计算模式 它成功地将计算复杂度从平方级 优化成线性对数级 那么效果如何呢 在生成同样长度的视频时 镜像注意力的速度快了将近两倍 而视频质量几乎没有损失 更惊人的是 在生成长视频时 当把视频长度扩展到原来的四倍 镜像注意力的推理速度能提升3.7倍 而微调模型的训练成本 更是可以降低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越来越长的AI视频时 你就会知道 背后可能有像镜像注意力这样 受物理世界启发的优雅技术 在悄悄地推动着这一切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 评论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